女人被囚禁在密不透风的暗室里 她惊恐地朝外高声呼救 同时拼命用手臂砸墙 可半天都没有得到回应 恐慌中 女人注意到手腕上还带着发光的手环 不管她怎么摘 都无济于事 她试图用墙壁磨掉手环 可墙壁都坏了 手环却依旧完好如初 精疲力尽的女人蜷缩在角落 就在这时 她身后的墙壁竟然开了一个洞口 里面是一个漫长的通道 女人想要寻找出口 毅然钻了进去 不料就在女人钻进洞口后 隔板瞬间关闭 直接是断了回头路 女人只能撞着胆前进 可爬到一半 一个横在面前的铁门正在关闭 这突如其来的情景吓坏了女人 当她终于爬到铁门旁边时 只剩下一个狭窄的通道 女人只能缩着身子爬进去 这里简直是幽闭恐惧者的天堂 幸运的是女人有惊无险地爬出了窄道 她再次启动爬行模式 然而眼前又出现了一道横着的隔板 女人借助手电光仔细查看后 试着爬到隔板上方 这里的空间明显比之前大了许多 正当女人以为一切会顺利时 突然隔板开始朝上移动 要把女人压成肉饼的节奏 女人拼命朝出口爬去 在千军一发之际 她抓住隔板边缘 用尽全力将自己拉了出来 但她刚进入新的管道 手臂上的光环竟开始倒计时 这代表着什么女人不明白 但她知道这肯定不是好兆头 似乎为了证实她的猜测 前方的管道中出现了一具被烧焦的尸体 显然也是被困在这里的人 女人绕过尸体继续前行 然而不久后一道铁门挡住了去路 手臂上的时间同时进入一分钟倒计时 随后身后的墙壁出现了几个喷头 发出圣人的红光 就在这时 管道中央出现了一个隔离间 女人匆忙往回跑 顺势躲了进去 随着玻璃门关闭 时间归零 喷头立刻喷出恐怖的火焰 席卷整个通道 幸运的是躲在隔离间里的女人 避开了火焰的袭击 火焰过后玻璃门打开 身后的墙壁再次启动 将女人推回管道 然而这次上方的墙壁竟开始向下压 只留下微小的空间 女人被这些迹象吓坏了 她只想回家 但要回家她必须从管道里爬出去 女人再次开始缓慢地前进 不久后她的手指处碰到通道边缘 再往前又碰到一滩液体 女人将手指放到鼻前嗅了嗅 确定安全后赶紧喝了几口 可与此同时 手臂上的倒计时再次开始 女人深吸一口气 毅然扎进前方充满水的管道 这段漫长的管道成为了女人最致命的折磨 就在她几乎无法忍受的时刻 终于出现了出口 女人再次侥幸逃脱了困境 此刻她已经精疲力尽 几乎想要放弃 然而强烈的求声一直让她重新振作 就在这时 她竟听到远处传来求救声 想到可能还有其他人被困在这里 女人加快了爬行的速度 然而不久后一池绿色液体 挡住了她的去路 她撕下身上的一块布 小心地放进液体中试探性地泡了一下 随即液体发出痴痴声音 没想到这是满满一池的浓硫酸 女人正趴在浓硫酸上方 小心翼翼地前行 因为支撑点不多 就在她即将踏过池子时 女人一松懈 膝盖净掉进池子 剧烈的疼痛让她面部扭曲 但远处传来的求救声 再次激发了她的勇气 不久后 一个地洞出现 呼救声从下面传来 女人钻进洞里 顺着管道爬行 不久后终于看到了被困的人 然而两人被栅栏隔开无法靠近 令女人惊讶的是 对面的人竟是她的前夫 两人之间有着无法和解的仇恨 突然手臂上的倒计时再次开始 喷头再次出现在管道中 并且隔离间出现在两人之间 当栅栏收回的瞬间 两人同时朝中间爬去 为了能躲进隔离间 两人开始大打出手 一番激烈的肉搏后 女人占据了上风 死死踩住前夫的手环 可就在这时 随着事件的结束 喷头喷射出浓烈的火焰 女人听着前夫的惨叫 沉沉地睡了下去 再次苏醒后 墙角的墙壁竟然打开了一个小洞 一个金属脑袋伸了出来 慢慢接近女人的膝盖 不一会儿 伤口就被缝合了 这一幕让女人当场傻眼了 而爬出管道时 女人发现前夫的手环下藏着三个符号 两个菱形中间一把叉 这让她更加困惑 就在女人思考的同时 前方一个旋转风扇逐渐靠近 女人立即向后移动 风扇的扇叶带来巨大威力 瞬间搅碎了前夫的手指 这架势把女人吓坏了 就在即将追上女人时 女人顺着上方的洞孔 爬了上去 躲过了险境 但手臂上的倒计时再次开始 女人继续向前爬行 可不久后 头顶竟传来了爬行声 紧接着 不远处的墙壁打开 一只烤胶的手臂伸了出来 这玩意一看就是怪物 女人吓得不敢呼吸 用尽量小的动作向前爬行 可不料手环磕道管道 发出一声巨响 这下完犊子了 怪物缓缓抬起头 猙獰的头颅 锁定了前方的女人 女人顾不上动静 疯狂地朝前爬 拐过弯道 在穿过一个狭小管道后 身后的怪物钻不过来 只能信信而归 等到女人爬出这节管道后 眼前竟出现一道岔路 她不知该如何选择 只好随便选择一根爬进去 意外的是 她听到了一股女儿的歌声 女人激动地爬出管道 可出来后 这里并没有女儿 只有一个四面 被玻璃围住的房间 外面如同充满迷雾看不清 然而当她碰触玻璃时 奇怪的一幕出现了 她脑中最深刻的记忆浮现出来 女人的人生历程 在管道里一览无余 包括女儿的死亡画面 深埋内心的伤痛 再次被揭开后 女人崩溃大哭 但就在这时 头顶又传来了声音 她抬头一看 竟是那个怪物找上来了 女人顾不得悲伤 再次爬进前方的管道 如今她又该如何逃离怪物魔爪呢 女人被困在一条漫长的管道内 身后还有一只 饥不择食的怪物 甩开怪物的手臂后 女人迅速向前方爬去 等女人爬上一段倾斜的管道后 怪物也在下方紧追不舍 女人只能更加加快步伐 可以抬头 她发现前方竟被带刺的铁链阻挡 而尽头是一片蔚蓝的天空 这可是生的希望 尽管时间已经开始倒计时 女人不愿放弃最后的希望 她果断地爬进了层层铁链中 即使身体被割出一道道伤口 但她没有退缩 女人忍受着剧痛 穿过了最后一根铁链 此时的她已经是强弩之末 无力地倒在了地上 再难前进半分 而身后的怪物 见识不对 早已躲进隔离间 随着时间的结束 女人任命地躺在地上 火焰也在瞬间逼近 然而就在这时 地板突然分开 女人掉了进去 过了一段时间 女人从疼痛中醒来 原来兜兜转转一大圈 她又回到了起点 这里就像一个迷宫 难道有什么线索被遗忘了吗 女人将前夫手臂上的符号 画在墙上 但盯了许久也没有发现什么 当她即将放弃的时候 机械人头再次出现 想要给女人治疗 然而女人却推开了机器 因为她现在一心求死 不想再被治疗 机器看出了女人的想法 从嘴里伸出一管毒药 刚要注射到女人的身体 女人突然灵光一闪 她用手擦去符号中间 赫然出现了六个箭头 这肯定是逃出去的旨意 女人立刻振作起来 不再抗拒机器给她治疗 修正完毕后 女人决定再次踏进管道 有了之前的探路经验 女人自信地穿过了所有机关 一路无阻来到了硫酸池前 随即将手环放进池中 果然强烈的腐蚀性 成功让手环断开 女人也看见了自己手上的标记 紧接着她再次来到岔路口 看着手腕的标志指向右边 她毫不犹豫地爬进了右边的管道 不久再次出现岔路 标志指向左边 她继续前行 就这样 她一路向着出口前进 然而当进到最后两个通道时 怪物再次出现 一场激烈的追逐战开始了 不久后 他们进入了一个神秘的通道 重力似乎发生了变化 四面墙壁轮番产生吸力 女人差点被怪物抓住 索性在最后一刻逃脱了危险 可到底是什么吸引着怪物 莫非是手环 女人随即试着将其扔进左边的通道 果不其然 怪物被手环引走了 女人抓紧时间前行 来到了一个怪异的通道口 里面发出诡异的红光 可等女人钻进来后 发现这里竟然是怪物的长道 她试图触摸壁面 突然间 外面好像有无数的怪物 它们有着硕大的手掌 有一只还将投身了进来 这可把女人看傻眼了 接下来她继续探索 穿过了一个走廊 意外发现了自己的手环 就这样 她依靠手环上的灯光 来到最后一个岔路口 标志指向右边 她正准备爬上去时 一个皮球突然从左边的通道 滚了出来 随后女人死去的女儿 竟出现在眼前 见到这一幕 女人非常激动 任由女儿拉着走进左边通道 可刚走两步 女人突然醒悟 她看了看发光的手环 对女儿说 说完女人哭着离开女儿 当她再次返回右边的通道时 她终于看到了镜头的蓝天 然而女人在爬行过程中 突然有一扇闸刀落了下来 她定睛一看 发现想要逃离需要通过三扇闸刀 但一旦不小心就会被斩成两半 为了追求自由 女人决定拼死一搏 她默束着闸刀落下的时间 第一扇是四秒 女人成功爬过 到了第二扇闸刀却少了一秒 只有三秒时间 女人再次有惊无险地穿过了 而第三扇更让人窒息 只有两秒 反正横竖都是死 女人豁出去了 然而 半个脚掌被永远留在通道里 尽管很痛苦 可想到马上就能逃出升天 女人开心到易于言表 终于爬到了出口 可让人傻眼的是 眼前的蓝天白云 竟然只是一个屏幕 希望过后的绝望 让女人前所未有的崩溃 不久后 墙上的喷头再次发出红光 女人做好了迎接死亡的准备 这时 一道白光突然降临 竟将她腾空抬了出去 当她再次睁眼时 她已经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 而她的女儿就坐在身边 看来这里就是 他们新的希望和归宿 母亲 baby 分析了 英图